如果说刚才我们的少年挑战者 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生物课 那接下来迎来的将是体能的挑战 有请二号挑战者 姓名李正阳 年龄17岁 身高1米6 所在地区 安徽博州 特殊技能 有劲 技能指数8颗星 耐力指数爆表 腼腆指数爆表 欢迎李正阳 来 欢迎 你好 你好 虽然是腼腆 但是还是要大声地说一个自我介绍 好不好 有请 行 大家好 我叫李正阳 今年17岁了 来自安徽省博州市 我不太会说话 刚刚正阳同学的介绍当中呢 有两个爆表 一个就是腼腆 对 另外一个是有劲 对 有劲 怎么个有劲法呢 想想年纪 主要是胳膊还有腿都有劲 都有劲 都有劲啊 对 从头到脚都有劲呗 对 对 你看下边啊 你就目测 看几位老师 你觉得最有劲的是哪几位 我感觉 我感觉 都有劲 都有劲 但是我也不差 但是你看啊 在这个几位老师里边啊 我们的邢老师 他这个胳膊 我觉得跟你是有一拼的啊 应该比你的胳膊要粗壮很多 你别说还真是很厉害啊 敢不敢跟我们的邢老师 还有我们的赵明老师 一起来比拼一下 敢可以啊 比比我们可以有劲好不好 好 来邀请二位 好嘞 怎么样 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尤其是邢老师这胳膊 你看 赵明 赵明哥哥这胳膊也可以啊 来 这可是健美操世界冠军 哎 这边就更不用说了 哇 多一点吧 太壮了 天呐 你们离近点 这样的话我们 你也 你也讽个劲 我们看一看 哎呀 哎呦 来一起来 两人一起来 可以三个人一起也可以 哈哈 哎 哇 太棒了啊 接下来就是力量的较量 对 要怎么比呢 我们先比腿的力量 先比腿 先比腿 刚刚是胳膊的展示 展示 然后先比腿的力量 没问题 先跟我上刀剧 上刀剧 啊 几个足球 怎么个比法呢 就是我做动作 大家模仿 如果比我做的时间久的话 就算我输 哦 同样的动作 看谁能够坚持的久 对吗 对对 好 来 我们看看正阳展示的是什么动作呢 在一个圆台之上 把一个足球 放在脚上 然后把腿抬起来 哦 这几乎有点相当 好 那我们得计时是吧 对对对对 二位学会了吗 没有问题吧 金鸡独立 正阳 那你们三个一起吧 对 谁先球掉下来 就算谁输 来上两位哥哥先试一下 好 找找感觉 很有感觉的 好 没问题 注意球不能掉 好 做好准备 第一轮 腿部力量大比拼 准备 开始 请计时 好 这个动作有点像我们的叶问顿 好 获得铜牌的是我们的赵明 获得银牌的是我们的行运尾 正阳同学非常的稳健 通常这样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四五十秒 四五十秒 哦 那我们今天可以挑战一下你的成绩 现在 因为现在我感觉这个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是三十秒 看看有没有可能突破一分钟 好 这样 另外两位 又开始了他们的第二轮 好 四十秒了 继续坚持 正阳 这个对于腿部的肌肉的控制 还是有着很高的要求 好 已经五十秒 五十秒 邢老师这边 好 太棒了 大概五十秒 对对对对 已经是比你平时的成绩要好了 是的 对 现在采访一下 两位哥哥的 刚刚第一轮腿部力量比拼的感受 赵明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外界因素 裤子比较滑 好点小原因 裤子影响了发挥 您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脚够在这儿 它稍微有点滑 不能动 只要一动的话 它这块就没有了 够不紧 那你觉得这个跟裤子有关系吗 也是有一点吧 但是主要就是控制力 但是这个 你们这个球也不太一样 我发现 好像你别说 我们这光样的是不滑一点 对 小李同学这个好像是 摩擦力能更大一点 但是这都是客观因素了 第一轮呢 我觉得就是小事牛刀 接下来再比一个什么 比 臂力 臂力 怎么比 再给我上道具 再给我上道具 你上道具 郑阳 行云为老师臂力特别的惊人 你练过道立吗 练过 你是练多长时间起步呢 是时间还是 时间 差不多 二三十分钟吧 二三十分钟 行云为老师 三个小时起步 对吧 经常就是 因为他说这个 他说觉得说 比站在地上还要轻松 他用手臂支撑 觉得比这个腿支撑还要轻松 经常是 动不动就坚持五个小时 原来经常是 然后三个小时起步吧 就是到立的话 去大学室休息一样 哎呀 就是反过来以后 有的时候你在实验场上 感觉累了以后 就倒过来以后 想练一点胳膊筋 抖抖腿 就感觉比较轻松一些 难怪皮肤这么好 对抗地心引力 所以 我觉得这个郑阳想比拼臂力 这就是撞到邢老师枪口 郑阳不要有压力 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要比拼的内容 好 好 我倒立在上面 你把这个球放在我的两腿中间 好的 夹在两腿中间 夹在两腿中间 对 好 没问题 半起倒立 稍等 再往上一边 好 可以吗 好 可以吗 现在这个位置 好的 哦 道立佛城 道立佛城 而且腿部是架着一个足球的啊 三 四 五 六 非常的稳健啊 十 好的 可以了吗 好 哎 我们要为接下来的挑战 稍微留点劲啊 不接下来 我们让两位哥哥看一看 刚才这个项目 我们能不能够完整 赵明可以呢 哎 我觉得我就放弃了 哈哈哈 真的 对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还是有难度的 难度系数的啊 对 你也退役这么多年了 就是这个动作做的话 还是很吃力了已经 哎 但是刚才有一位老师说了啊 道立是三个小时起 我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对 来 有请 我就不在上边了 我在下边吧 好 哦 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呢 和郑亚刚才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好像从难度上来讲 应该是更大啊 好 腿绷得很直 其实这个是要求有相当的这个控制力 是这样吗 郑亚 是 老师做得好不好 好 掌声 我们秦云伟老师可是国际马信杰金小丑奖的得主 对 是吧 对 而且在各个三个不同的领域分别获得过国际大奖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刚才看了老师的动作你觉得怎么样 挺规范的 挺厉害的 挺规范的 你还要给指点一下吗 还有什么有提升的地方吗 他太厉害了 我没有 你可以挑一个刺儿 刚才邢老师没有加足球 除了没加足球 其他的无可挑剔是吧 是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上点难度 郑亚也是有自己绝活的是吧 是的 接下来还有什么 继续比比利 继续比比利 上道具 上道具 咱们就是道具多 来 有请 好的 我们的道具已经上完了啊 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给我们讲解一下 大概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去做吧 然后大家模仿 非常简单 我去做吧 你们模仿就可以了 对 有请 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专业的杂技的道具是吧 对 这是一个专业的 通常做的是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融入了好多动作 包括融入了一些体操的动作 还有一些单手倒立 双手倒立的就是 我们看到郑阳同学做的还是这个 双手倒立的动作 但是有一些腿部的变化了 需要身体有很强的控制力 交替的一个迈步的动作 还有旋转 单手 天哪 好 那我们两位裁判团的老师开一个代表吧 那肯定是 来 那邢老师 有请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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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们的行运维老师 同样 动作是非常的标准 啊 腿也是封得非常的直 单手倒立的动作 很稳健 哦 哇 这个动作需要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啊 太棒了 怎么样 觉得老师的动作做得怎么样 厉害厉害 比你的呢 我也不差呀 还是很有自信的对吧 也不差 对 说的对 老师给点评一下 我们的刚才的表现 他的表现就是再注意一下细节 脚背膝盖呀这些的以后 然后别的都没什么问题 基本上还是挺好的啊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对 好 掌声也送给我们的郑阳同学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 来 请落座 谢谢 谢谢 我想问一下郑阳同学 是几岁开始练杂技的呢 三 四岁吧 这童子宫啊 这一般人真比不上 现在17了 可以说这人生大半段时间呢 都在和杂技 一直在紧密地结合 对不对 对 怪不得呢 我们进阶上呢 其实还是非常自信的 哪怕是面对我们 国际顶尖的杂技高手 依然是气势不减 是不是 是的 刚才这个经过几轮展示之后呢 也展示了自己的基本功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 相对完整一点的一个小节目 可以 全方位地展示一下你的实力 可以 可以 节目的名字叫 高空摇摆 高空摇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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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瞒你说 我刚刚在台侧 我都喊出声来了 没错 原来是这么个摇摆 这个摇摆的难度可真的是大 我们在下面看着都害怕 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也会有害怕吧 心里面 就是慢慢来的 慢慢来的 对 循序建议 一开始站上去肯定害怕了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就不害怕了 这个节目 你印象当中是练了多长时间 才成型的 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那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就在他这个基本功的基础之上 是吧 我发现郑阳同学呢 这个话不多 但是呢 该表达的人 一点都没少表达 刚才问这个 老师和你 谁表现得更好 他很好 我也不差 还是很有自信的 的确 实力上看得出来 是非常的雄厚 那么今天 来到我们的现场 挑战的内容是什么 原地连续后手翻 原地连续后手翻 多少个呢 三十秒做四十个 三十秒四十个 对 不到一秒钟就要有一个 好 大声告诉我们 有没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 少年无畏 我准备好了 好 那就喊出我们的响亮的口号 那就是多彩少年 欢迎向前 下面是我们的挑战少年 李正阳的挑战环节 有请我们的行运委裁判 来宣读挑战规则 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李正阳 挑战的项目是 原地连续后手翻 挑战规则如下 本轮挑战限三十秒 连续完成四十个 极为挑战成功 本轮只有两次机会 两次机会 那我们也想请行裁判 来解读一下 他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 在哪里 他这个是在桌子上 这个比较有危险的 但是他甩小牌 他只能说原地走 他稍微往后放一点点 他就会下桌子上 他翻不过四十个 郑阳 你这个圆台的尺寸是 直径是多少 是一米五 一米五 身高已经是一米六 要在这个定点 来做原地的这个动作 对 原地后手翻 它这个必须是原地的 稍微过出一点点 它就会掉下去 所以它比较危险 然后所以就是 前面需要爆发力 它爆发力要是不够的话 它翻到一半 翻到二十个以后 它会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呢 它会越来越慢 它就会玩不成 所以它那个爆发力 必须要一直坚持住 对 而且对这个控制力 要求也很严 因为不能有太大的位置 太大的位置 一一的话 他自己也会害怕 对对对 好的 郑阳 我们都相信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上高台 可以做好道理准备了 好 下面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挑战 开始 好 三十秒时间到 请我们的行业委裁判 先为我们宣读挑战结果 少年挑战者李正阳 原地连续 货柔番挑战 动作标准 各数大标 四十三个 裁判员 行丁伟 好 所以我们要高兴地宣布 李正阳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挑战成功 祝贺 祝贺我们的郑阳同学 也谢谢我们的行丁伟裁判 谢谢您 谢谢 我觉得郑阳同学 他的这个才华 他所从事的这个专业 我觉得可能 真的是适合那种人很话不多的 完全是用实力来打动我们 怎么样 郑阳 觉得今天的挑战表现如何 感觉挺满意吧 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的付出 很高兴 我发现孩子话虽然不多 每句话都在点子上 说得很好 是不是 把自己的实力尽情地展现出来了 对不对 来 我们来听一听老师 对你有什么记忆 郑阳 祝贺你 挑战成功 人很话不多 腼腆 但是又大家发现 你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 所以我想告诉你 内向是一种优势 你就像一个牛油果一样 有一个坚硬的内核 那就是你的内向 内向能够沉静下来 你有内向的优势 特别棒 加油 小伙子 谢谢老师 谢谢 其实你在高空摇摆的时候 我是很紧张的 然后刚才你在连续翻跟斗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在把你捏着把汗 再给你加油 我想杂技 刻苦训练才能有成绩 而且相对一出成绩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自信的 阳光的郑阳同学 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需要学习的 另外呢 在郑阳同学以后的生活中 也可以多看一些书 书也能帮助你在 比较刻苦地枯燥的 这种杂技训练的过程中 吸取更多的精神营养 然后让内向世界更加丰满 更加丰富 祝贺礼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好 在这里我们宣布 李郑阳入选多彩少年 二零二三年度 少年英雄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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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